他先認識一個國小四年 單親的女兒學生 在拜那個時候 他向老師報告說 他想要去便室 結果呢 這個小孩沒去便室 是早去一樓的 教功課著 老師因為這個學生 講白菜這麼想去 當中學的美女 跟他煽脆配 要說明說 他是沒有老爸的小孩 就算現在這個小孩 已經不敢去讀書 明年上午安 真明顯 先認識一個國小四年 去賣的大親學生 拜他學校的時候 跟老師報告說要去便室 中途早去一樓 講過什麼 沒想到老師 因為他說白菜 回到當中學的臉 給他獻子配 因為他是沒有老爸的小孩 結果這次不敢去讀書 跟中學非常想起 在從三年級到父親 在他的過程當中 就是常常有針對他 這個單親沒有爸爸的臉 來傷害他 所以並不是說 施暴的當時才講的 他確實是單年下零 然後確實也是 跟媽媽住而已 老師說他沒有爸爸 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們該去反駁什麼 雖然蘇澳老師有傳簡訊 希望學生跟家長會失禮 不過上海已經做成 家長過程還有老師上海 最後再去學校也對外作品 表示這位導師 蘇澳真協會 自己的情緒是去控制 目前已經四分 變成調理現金 我們調查 我們調查確實是有打巴掌 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下先把教師 先調理原職 接受調查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就隨即召開了學校的 教師的成績考學委員會 給予一次祭過的這樣的一個儲分 學校也表示 學校會對一般的學生 進行團體活動 並且家強老師的精速管理活動 希望可以導致上官司機 再度發生 記者 綜藏 報道